大家好,我是孤狗小姐 今天我的朋友路卡要介绍他的开源专案社会安全网站 路卡很害羞,第一次跟人见面不敢讲话,请大家多多包涵 这项专案的三个关键字是 资源整合,社会福祉,缩减社会灵界值 专案希望触及的议题有心理健康、长照、无家者、性别暴力、家庭暴力、贫穷、移工、职场霸凌等等 这份专案计划的主旨在于连接网际网络、社会网络、社群网络 希望透过网络的力量补足社会安全的破洞 征求在场的、临场的、过场的、官场的各位 需要心理背景 需要社工背景 需要界面设计 需要资料、截取、清理 需要技术支援、城市、驾站、 etc 需要帮忙设计作业流程 需要有人帮忙和其他机关联络 以下为协作的工作区块 首先需要制作一份基础的问卷调查 搜集大众对社会安全网的观点 然后需要有人帮忙整理 民间、政府以及网络资源 还有需要有人帮忙协助联络相关的单位 接着是网站以及聊天机器人的架设 这部分有劳各位了 聊天机器人可以有很多的功用 最终旨在于让心理书不出口的 难受能有被听见的管道 求救的部分交由当事人决定 最后的最后是一些疑虑 欢迎大家多多讨论参与 谢谢你们的聆听 谢谢 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杨牧 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写在一封缜密工整的信上 从外县市一小镇寄出 数了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年龄窗外在下雨点滴芭蕉叶 和围墙上的碎玻璃 集贯职业院子里堆积许多枯树枝 一只黑鸟在扑斥 他显然历经苦思不得答案 关于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是善于思维的 文字也简洁有力 结构圆柔 书法得体 乌云向远天飞 好 我们谢谢声音安全网 那请下一步准备 如果我点一下 卖 你 感谢观看